這個單元5-2 我介紹的是 熱量跟溫度的變化 這個要把它全集好了 熱量 這當然也可以講熱量 跟水的溫度變化這邊 好 那我們開始看喔 第一個 我們再介紹一下 第一個請問你 熱量 我問你一個問題喔 你怎麼知道一個東西有熱量 一定發生什麼現象呢 假設一定有熱量 熱能 你怎麼知道有熱量出現 熱能 熱能 就是它有熱能 一定是發生什麼情形的才知道 比如說這東西白是軟的會變硬的 有熱能 還是白是黑的會變白的有熱能 當然不是一定怎樣 提上去喔 一定是因為溫度怎樣 不一定上升啦 就是溫度發生變化 一定是因為溫度發生變化了 所以才會有熱量 這樣懂嗎 所以為什麼你們前一個章節會加溫度計 就是因為我們利用溫度計來怎樣 去測量說到底有沒有熱量產生嘛 對不對 或是熱量的這個傳遞的這個狀況 好 所以我們開始看第一個喔 請問你喔 我們堆一杯熱水加熱的時候 為什麼溫度會上升 原因是因為冷水會怎樣 我剛才講錯了喔 我們針對冷水加熱的時候 為什麼溫度會上升 原因是因為冷水會吸收來自於什麼 熱源所放出的熱能 我們之前講的熱源可能 也許講的是一個瓦斯爐 反正簡單講是它提供熱量的東西叫熱源 然後呢所以冷水會上升 那另外一個是說 為什麼我們把一個熱水啊 放一段時間以後 為什麼溫度會下降 原因是因為 熱水會放出熱能給誰 給那個空氣 所以溫度會怎樣 下降 所以簡單的說 不管溫度上升還是下降 都是有怎樣 熱量發生變化了 只是說誰給誰而已 這樣子會啦齁 這個應該很簡單 好那第二個冷氣的東西是熱量 熱量的時候是什麼 H 我把他寫上去 好那熱量的算是一種能量的形式 人量的形式 好問起來囉 請問你 這個熱能啊 把他寫上去有熱能 熱量 用這個熱能來解釋的話 請問你 這個熱能啊是 有什麼 有什麼地方傳到什麼地方去 是由熱量多傳給熱量少的 還是由高溫傳給低溫 這考錯考喔 你覺得 是誰傳給誰 熱量啊 是高溫傳給低溫 還是量傳給熱量少的 注意喔 一定是高溫傳給低溫 不是熱量多傳給熱量少的喔 高溫傳給低溫 不見的那個高溫就熱量比較多 不一定 等一下我給你解釋為什麼 好那 所傳電的能量多過來了 你稱為什麼 熱能 或者是 誒 對不起 叫做熱量 傳電的能量多過來了 稱為熱量 好那高溫的話是什麼去 高溫是什麼 放出熱量 低溫呢 是吸收熱量 好那第三個的技術是 那當兩個物體的溫度啊 這個很重要的管法 信號喔 當兩個物體溫度一樣的時候啊 會達到什麼 熱平衡的狀態 所以考試會考你喔 請問你什麼情況下達到熱平衡 吃到兩個東西怎樣 那個熱量一樣多的 不是喔 質量都是怎樣 溫度一樣 所以溫度一樣才叫熱平衡 不是熱量的一樣 好這個也是很重要的喔 好那這邊告訴你 你看到這個圖 就一個很簡單的 一定是高溫傳給低溫 然後高溫呢 一定是放熱 低溫呢一定是吸熱 這個圖應該很簡單 把剛才講的東西全部解釋了 這樣子 會了齁 OK 這樣問題 可以了齁 好那其實現在我們開始做實驗 做什麼實驗呢 說 我實驗已經知道說 熱量是從高溫傳給低溫 那它怎麼傳的 它跟什麼東西有關係 所以我們看後面下面的那個練習 我們看一下